沙凡市南队州将从星期日开始举行 有大批军舰将在下星期三展出 给民众欣赏 而每年备受注目的蓝天士特技飞行表演 就会在下星期五举行 关南报导 今年的南队州从星期日开始 直到下星期一入场免费 军机空演将在10月11日至13日 即是下星期五至日中午开始 南天士特技飞行队的空演 就会在下午三点演出 多艘军舰星期三起 就会停泊在沙凡市海旁 包括美国海军军舰 这些军舰将会免费开放给市民参观 今年在30和32号码头 都会有个餐车和音乐广场 警方和消防等部门就呼吁民众 在参与南队州活动时 记得要注意安全 警方都提醒参加者 遇到一些时间出门 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开车的话记得拍车时 不要将材物留在车厢里面 跟家人或朋友制定好集合地点 失散时可以会合 发现有可疑人物时要提告警觉报警 三份市紧急应变管理局 亦呼吁民众登记艦队州的紧急短讯 不照在手机短讯内容输入 Fleet Week SF 发送去到888777 就可以收到活动即时的紧急信息 查询报道的详程可以点击 Fleet Week SF.org 25台记者一个人报道 现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听到三藩市湾区 KTSF 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听 Fleet Week SF